在德凯奥特曼第21集中 戴拿就会在德凯中正式归来 两人也会一起战斗 戴拿一共会客串两集 大家一直关心的问题 那个人会不会以人间体的方式回归 根据相关的情报 戴拿指挥伯伯的提套客串 只有批道和战口中 会和在特利加中提加客串的一样 所以大家放心 在德凯大结局的时候 特利加将会和德凯一起对战最终的BOSS 这还是奥特曼系列中第一次看到 根据以往的经验 大结局后会有特别篇 然后就是著名的炒冷饭节目 这个之后就会公开明年的新奥 从去年开始的25周年TDD计划 明年就是新生在盖亚了 对了在德凯特别篇中会有一个女奥 大家也一起期待一下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给个关注 让你不透过任何奥特曼最新的情报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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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